知名直播主TOYS被網紅超哥 搭到頭破血流 最終坐在斑馬線上站不起來 被警方團團包圍 雙方會爆發衝突 就是因為這段話 日十號晚間 TOYS都超哥在台北大安區 開的海鮮餐廳吃飯直播 批評醋飯不好吃 超哥不滿 認為是來找麻煩 氣得當街開打 打了人 超哥鞠躬道歉 最終他以五萬元交保 所以我的餐點很棒 很好吃 那應該沒人要看吧 所以他本來就不安好心 就是像 黃鼠狼給雞拜年一樣 而整齊網紅格鬥賽 導演蒲智宇判斷是劇本殺 稱最後特別跑到外面做結尾 就是破綻 我們去外面 然後把我唱影響器來弄餐 TOYS當時把超哥特地帶到店門外 網友更質疑這個動作 沒有 我搞不懂 超哥突然抖一下 看似要攻擊又退縮 似乎在等TOYS降彎化後的最佳時機才出手 但也有網友認為 如果是劇本不會下手這麼重 TOYS頭部五公分撕裂傷縫了十幾針 做完筆錄還得靠兩人攀扶 而他送醫後 醫院外又聚集十多名黑衣人 疑似是超哥的騷地或粉絲 就怕又爆發日刺衝突 過去雙方就曾結下兩子 這回在街頭上演真人格鬥賽 恐怕結怨是越來越深 3電新聞何孟哲林玉君 台北創報道 開箱黑卡不滿額度太低 直接剪掉超派人生 這支影片爆紅 也讓人發現原來超哥身價不菲 自己的座駕麥拉倫 也是直接帶著一千萬現金交車 過去超哥還曾經一出手 就花了六百萬買過一支門號 也是全台唯一有九個零的手機號碼 我們現在已經喊到六百萬了 這支門號碼 六百萬 六百萬第二次 六百萬第三次 六十三 被稱為全台最有錢的YouTuber 影片從一開始就主攻奢華路線 有網友挖出超哥的超音背景 經營長照集團長達二十年賺了上億元 還曾經花一點四億購買桃園土地 又砸了三千萬蓋招待所 影片中常常可以看見超哥炫富 不只財力相當雄厚 他的岳父岳母也是警戒高層 岳母曾經是文山一分局分局長 是警戒的經國英雄 更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分局長 超哥被網友祈禮身家 也讓不少人直呼背景真的超派 三星的國英雄王佩華台北採訪報導